回到新現場來看到選戰最後倒數 藍綠也在中台灣對決了 台中市的兩名市長候選人 胡志強還有林佳龍 今晚是各自跑行程 胡志強替黨內的同志站台 不忘大讚自己是最會賺錢的市場 而另一邊林佳龍則是猛批 對手的建設根本只做半套 雙方火線對決 把握最後的搶票時機 台中市長強龍相爭 選前超級星期六 藍綠兩黨互別苗頭 胡志強站台拉升式 林佳龍晚會拼希望 各自付選票 我們來合合算 一定要贏 我們來贏就是大台票贏 對不對 替黨內同志站台 胡志強高捧候選人建設政績 接著畫風一轉 猛批自己是最會賺錢的市長 台灣最好賺錢的人 不是我啦 郭台銘啦 但是最好賺錢的管長 市長裡面 對 第一名牌可以說 胡志強啦 掌聲鼓勵 這頭胡志強大讚自己 賺錢做建設 趁市搶票 另一頭林佳龍猛批對手 公共工程做半套 要市長接棒做更好 看到那種開人民的錢 我的心都很疼 不簡單 政府現在台中市 一年要花一千六百多億 說台中的經濟成長率 每年9% 各位 我們的薪水有增加9%嗎 強龍各自拉選票 兩位夫人也沒閒著 廖宛如站在林佳龍旁邊 夫妻合體 大打溫情骸 邊唱歌眼眶還邊泛紅 而胡志強夫人趙小林 就是跑夜市 猛走機車 選戰進入最後倒數 胡志強背負十三年的執政檢驗 林佳龍搶攻台中藍天變綠地 各自背水一戰 雙方都有不能輸的壓力 記者陳思源王毅超 林佳慶 SNG小組在台中的 採訪報導